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 我们这边就是准备大概四颗蛋 四颗蛋 对 放在比较大的碗 我们要给它打发起来 好的 就是要让这个蛋蓬松起来 蓬起来 对 不要蓬起来 才会有绵密的口感 它蓬起来是把空气打进去 打进去 对 对 没有错 那一般不是都放那种发酵粉 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些那种 专门在教人家做蛋糕 都是用这样打的 都是这样打 对吗 古早也对吗 没在放 对 这个打起来大概有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 所以我们再慢慢打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 五分钟之后来看看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到它会有点浓稠状 对 不过妈妈要特别注意 而且变得好像鹅黄色 那种白白的 乳白色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 等一下我们会先加低粉 不过我们先来把这个 用这个无烟奶油 先下去我们给它加热 为什么 先让它融化 它是固体油脂 所以我们就稍微加热一下 变液体油脂 这样烤出来 等下我们蛋糕 它比较不会沉下去 对 不然会缩 好 对 而且还加一点鲜奶是不是 对 牛奶 好 那接下来我要教了各位 各位妈妈的一个偷吃部 就是我在这里面呢 我另外再加一样东西 可以把这个香气提升起来 让我们知道更香 奶油的香气更香 而且还可以去腥味 淡的腥味 淡的腥味 就是这个炼乳 总共你知道就是有个香气 有一个香味 对 那这个腥味就可以去除掉 而且炼乳真的很香 我觉得现在冬天又到了 就是吃草莓的季节 少不了炼乳 对不对 好 融化就可以了 其实在那个中式的那种甜点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炸馒头 炸馒头 那个我也很爱吃 那个沾银丝卷炸馒头 沾炼乳真是好吃到一个脂质啊 好 所以炼乳就是香 融化就可以了 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 稍微再搅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 我们把这个 要放到哪里 这个倒进来 我们先把粉 粉 低筋面粉过筛的 低筋面粉过筛 我们先加进去 慢慢加 慢慢加 所以其实要做传统的海绵蛋糕 就这么简单 就很简单 对不对 那几个步骤这样子 加进去拌一拌就可以了 对 好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 奶油 加了鲜奶 还有炼乳 炼乳 等奶油倒进来 对 加进去 其实这个算起来 今天这个算奶油放的少的 可是它真好吃配茶 好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 倒在模子里面 杯子蛋糕的小杯杯 准备一个小汤匙 那看起来它就会有一个浓稠的 可是这个看起来 印象中好像应该更稠 更浓一点 可是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还好 还好 对 对不对 所以它等一下会膨起来 会膨 那它会膨超过那个吗 杯子 不太会 那我们上面就再点缀一点 新人片 因为新人片会浮在它表面脏里 它会浮在表面 它就比较不会沉下去 那我们放进去烤箱 烤多久呢 大概180度 然后15分钟 180度的温度 15分钟 好 15 就OK了 15分钟 好的 15分钟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蛋糕会膨 会平平的吗 对不对 会平平的 好好好 来看这个蛋糕会膨起来哦 好的 我们已经烤好了 把它打开来看看喽 哦 好可爱哦 小小的 小小的 对 那这样子就可以吃了吗 这样就可以吃了 哦 那我来试吃看看好 嗯 对 蛋香好足哦 这个真的跟它不一样耶 它真的比较松软 嗯 好吃好吃 所以呢 妈妈你也可以自己加 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上面 就腰果啦 对 甚至是葡萄干啊 这一类的 哦 看 这个小朋友会喜欢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 海绵蛋糕 可是它比较香 是因为我们家的那个 练乳的关系 对 让它整个很像起来 所以在家里 你看这么简单 打一打 就可以做这个简单蛋糕了 我们看小朋友 下课之前 就自己炒一个 下课回来 一个吃个两三个 那一餐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点心 妈妈吃的安心 妈妈做的安心 小朋友你吃的也开心 对 哦 所以在家简单做点心 很棒 你懂什么 就是那只这样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懂 mencion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不识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如果您的小朋友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再用第二个小朋友 我用第一个小朋友 就下个小朋友 我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